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长你帮我看看身上有没有灵性 你们知道这个灵性怎么会上升的吗 你本身的素质可以造成灵性的上升 实际上讲了难听一点 灵性上升没有关系 上升的如果是恶鬼和魔 那你就麻烦了 恶鬼和魔是怎么上升的 因为你身上有恶鬼有魔的素质 他们喜欢的东西在你身上 你才会引来这些东西 很多人脑筋一天到晚都坏脑筋 一天到晚恨人家 一天到晚想跟人家斗 一天到晚想偷 想吃 想跟人家作恶 这些人实际上他已经具有魔的性格在里面 就像一个人 他的癌细胞为什么会发展的这么快 因为他的身上的癌细胞本身就是助长了他的发展 他的癌细胞肯定要大于平时正常的好的细胞 所以一个人心中老有魔 老恨人家的人 这个人容易着魔 一个人你不要去说自己的命不好 说自己的运不好 实际上这个命和运你倒霉 实际上是怎么来的 我告诉你们 就是你们自己热来的 我讲个简单例子好吧 净朱子赤净木子黑 你马路上走的时候 你如果经常跟那些小流氓在一起 你早点晚点成小流氓 你经常很胆在心经的人 你房子很大 你经常怀疑会不会我们家有鬼 你家里就会有鬼 因为你想的 是你把他招来了 所以台长现在教你们念经修心 不要把鬼招到自己身上来 很多人一想就来了 还有讲给大家听 还有一种怎么把魔鬼招来了 就是跟自己老婆吵架的时候 或者跟自己老公吵架的时候 实际上两个人吵的时候 对方并没有灵性啊 他想出来了 因为他一看那个老公正好不开心的时候 肯定身上有灵性 嘴巴里这么一讲 心念一动 那个灵性上去了 接下来越吵越厉害 不想想了 砸东西了 骂人了 实际上是你自己把他讲出来的 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听好吧 你们经常骂这个孩子 这个讨债鬼 你这个讨债鬼 你这个讨债鬼 我告诉你我欠你了 还有的母亲傻傻的 一边给孩子做事情的时候 还要笑嘻嘻的 还要我欠他 他是个讨债鬼啊 你经常去讲你试试看 讲到后来这孩子就不孝顺 就是个讨债鬼 所以啊 坏话不要讲 不要多讲 好话呀 大家明白了吗 你经常去讲 你经常去讲 你这个人哦 身上有鬼哦 他身上就有鬼 你着魔了哦 他就会着魔了 越来越厉害 所以这个嘴巴 要守住 不要去讲啊 多讲不好啊 大家明白吗 所以呢 台长跟大家讲 你如果这个人 你把自己身体看成一个无效 就是我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的身体是空的 你说魔往哪里去啊 你是个很干净的人 你说你这个魔往你身上哪里去 我一点都不着魔 我没有魔 被某一件地方说 色魔了 预魔了 贪魔了 为什么 我不贪 我也不要求 我什么都无所谓 嘿 我就很开心的生活 他魔就不会找到你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是你招来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 你欠他了 他也会上你身 大家明白吗 所以呢 一定要记住 把自己心中啊 经常想到空 我这个身体是空的 我脑子也是空的 我傻傻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实际上他心里都明白 就可以了 但是他嘴巴里说 嘿 我不知道 因为装傻并不是一件坏事 是保护好自己 有的话可以讲 有的话就不能讲 讲出来就开始毛 麻烦就出来了 你如果不讲就没事情 讲了就出事了 你不讲解